马里乌波尔确实这个钢铁厂 因为它出动了这个图22M3 确实就是丢重磅的炸弹 它地下有六成 我跟你讲这个地方 为什么打那么久 它占地10平方公里 整个钢铁厂 然后地下有六成 所以它出动图22 就是要用高空用冲力这样 然后丢那个三顿的炸弹 那这样直接打下去 那它事实上已经做最后通牒 就是昨天 就是说让亚述营的人 也可以出来投降 那还是拒绝吗 那乌克兰的电台是直接讲说 里面有好几百个妇孺 还有小孩 可是看起来不是真的 那目前那个 它这里面亚述营有两个旅 还有另外就是它的海军陆战队 是正规军 那海军陆战队 我们前几天有看到出来投降 就是有两批 一个是1062个 还有一个是900多个 那后来 这个36旅的旅长已经阵亡 因为有找到尸体 就是基本上是被炸死 然后它也开始施展一种新的战法 这个大概也是换了这个指挥官 不是换了一个乌冬指挥官 那个从叙利亚调来那个 现在它基本上已经很少说坦克会跑到第一线去 它基本上都是用无人机先去飞一圈 然后用定位 然后就用比如说重型的武器 比如说多管火箭炮 那就维持一定的距离就轰了 所以现在有点就是乌克兰的次争 那个标枪飞弹死不上力 就是坦克没有到它可以打的距离 因为它的距离应该是2.5公里 那结果坦克并没有近距离的搏站 它是用无人机然后确定你的定位 然后就用那个TOS的TOS-1 就直接轰了 那个多管火箭 还有比如说它可能就直接用导弹 就直接轰了 那这个就意味着 它可能会开始用这种方式作战 就是避免肉搏 因为肉搏它发现它的伤亡太大 而且会损失太多坦克 那这个新战法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有效的 那如果马里乌坡尔这个地方如果 做一定的结束 那它的那个军队大概就可以往上打 那大概就会去盾内制克那个地方 那应该可以拨出大概2到3万人 是 因为这个地方事实上 亚述营再加上这个海军陆战队的正规军 本来乌克兰大概有1万5千人 那现在大概只剩下2千人 只剩下2千人 往这里 就已经打很久了嘛 那目前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莫斯科号被打掉嘛 那它所有的黑海的舰队往后撤嘛 所以乌克兰会不会也来攻赫尔松啊 就是说你要打我的乌冬嘛 对不对 那我就让你在乌南必须要分点心啊 这个不确定 不确定 那不然的话 应该就是要在乌冬那个地方集结 应该就是会先打那个北顿内制克 顿内制克的北边啊 应该就会在那个地方开始发生决战 好 不过我们要讲 现在俄跟乌两边 那么要对战的话 会不会其实俄罗斯真的 以人数来讲 它较具有优势呢 好我们请教一下谢大使 因为我们都在问说 那到底是出动多少的俄罗斯的军队 他们出兵多少 根据美国方面官员表示 俄军在乌克兰的南部东部部署 大约是从65个增加到76个迎级战术群 那么就可能一算相当于 大约是5到6万人的部队了 那以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人数当然是比较少的 所以俄罗斯在人数上面 叫占具有优势咯 可是你说 除了一方面是两边的军力 要怎么比较之外 另外就是 现在这个俄军其实是有给什么 有给你时间离开的 俄军还提议说炼钢厂的敌军 在莫斯科时间的4月19号 就今天 今天再给一次 今天他们的时间的中午12点 大约就是我们这边的时间的 傍晚5点钟 也就是我们头条开讲 大概差不多3个小时前投降 所以他说因为是要承诺保障战俘的人身安全 给了你时间了 你怎么样你赶快放下武器就投降吧 但是俄罗斯的外长现在还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在乌克兰我们只会用常规武器 换句话说你们一直在猜 是不是俄军会被迫要动用核武 没有这回事 换句话说用常规武器 我们就可以赢得胜利 俄军现在俄国方面是这个意思了 对其实现在打法像刚刚郭文言讲的就是 他现在这个新的指挥官 战地指挥官 他是擅长于陆空联合作战 陆空联合作战就是 比较正规的打法 以前他空军不太出来 我想因为这个天上丢下来的炸弹 事实上有的时候没那么准 所以过去是顾及这个平民的伤亡 那么现在看起来 这个顾虑拿掉了 那也就是说从这个空袭 来先把这个敌方的阵营轰一遍 轰一遍在地面部队再进去 那这个差别就很大了 那现在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 我不太看好乌克兰的就是 他没有制空权 现在的战争你没有制空权 你除非是像以前在打韩战的时候 像上甘岭 当时那个中国大陆人民解放军 那个真的是人海战术啊 然后小永善战啊不怕牺牲啊 对可是真的是那是很惨烈的 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乌克兰人数上也没有占优势啊 乌克兰现在可能跟俄罗斯是2比1啊 有的人前一阵子的说法是 20万部队啊 他已经聚集在这个乌东啊 全长是300英里的一个战线 那俄罗斯讲的说法是全面开全全线开火 也就是说他这个昨天他昨天这个 这个今天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新闻说 他们从昨天晚上开始 对1200多个乌军的目标 同时进行攻击啊 所以他是全线开火 那就是在顿巴斯这块 那顿巴斯这块的话 他现在再加上这种 空中的战斗这种轰炸机 像这个图啊 22MC都出来了 然后丢下了炸弹的这个磅数 都是高磅数 那现在他也用 刚刚寒冰讲的砖地弹 打那个马里乌波尔的那个 亚述这个钢铁厂 因为他深达六成吧 深达六成 所以亚述这个钢铁厂 迟早攻下来了 攻下来了以后 俄军就往北走了 在这包围就往北走 就从这里往这边推进 然后就现在那个 有一点点土色的 这个里面这一块 顿巴斯这个领土里面的乌军 全部清楚 全部清楚 我想就是说如果 不投降的话 就是一场大杀戮 我想俄罗斯大概也是 还有一样方式 他给你围住以后 他就叫你走 然后你如果一定要打 他就打下去 不过 为什么我觉得乌军 乌军会很难打 乌军完全没有自公权 那他基本上他过去 他在这里面有很多 地下防御公司 是 因为过去这块地方就是 战场 已经2014年开始打 那过去虽然有两个 明斯克协议 基本上都没有让 双方完全停火 所以有很深的壕沟 人家说那边有最现代化的 马奇诺防线 那那个整个的防御公司 是非常非常完备的 而且他也一定 他那边的部队 也已经非常熟悉战场情势 可是过去没有用空军 这样大规模轰炸方式打这种 那现在再加上无人机的侦察 再加上高 这个精准炸弹直接炸化 我认为 乌军撑不了多久 这场正规战就是硬碰硬的 看实力看装备 看这个兵力 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 那么俄罗斯要用制空权的优势 来打这场战争的话 我觉得乌克兰军队 撑不了多久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那我们装在这个物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